好,我们演示一下 批评器中说的沉默时间和 让每个程序都成为过滤器 我们先看第二个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演示代码的 这个目录,这个控制台 假设这就是一个Linux的 一个服务器版,它没有桌面 只有控制台,没有图形界面 只能输入命令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通过LS这个命令 肯定是可以输出当前目录下所有的 文件和文件夹 LS其实就是个过滤器 过滤器就是说它把当前目录所有的 文件和文件夹给过滤出来 然后我们还可以通过什么呢 我们先把它清掉啊 LS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个Linux里面的 过滤器就是这个竖线 竖线我们通过Graph的这个命令 Graph的命令呢我们去找一下什么呢 我们去找一下所有的 DL-Dyson的文件 大家看这样的话其实就能看出来啊 就是说LS它输出的结果 通过这个竖线 过渡到这个Graph选择器 这个结果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从LS所有的结果中去选择出 DL-Dyson的这个文件 我们再继续选 LS然后Graph里面选择DL-Dyson的这个文件 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再去选什么呢 我们再去选一个叫做 有这个package这个关键字的文件 我们看一下 当然前面就写Graph 大家看 我们把这个选出来了吧 当然我们这一步就这一个文件 所以说我们能选出来 比如说我们改一下 我们选一个有package1的 那就选不出来对吧 好 到这儿来看呢 就是每个程序都存在过渡器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对吧 我们这儿只是演示了这个LS 还有Graph这两个命令 Ninux所有的命令都是这样的啊 它都是一个程序输出什么东西 然后通过一个输线可以过渡到什么地方 然后再通过一个输线可以过渡到什么地方 然后接下来可以写好多个 然后第二个特性 陈墨诗经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去搜这个的时候 它出的结果是这个package.dyson这个文件 对吧 但是我们搜这个的时候 因为这个结果中没有package.dyson1 它输出了什么 大家看它输出了什么 它什么都没有输出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不是陈墨诗经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执行这个时候 它不是说什么都没有 它输出了一个叫做 比如说no files no files 它如果输出的是这个 那就麻烦了 为什么麻烦了呢 比如说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LS 然后Graph星.dyson 然后Graph package.1 然后我们想看一下 找出的结果一共有多少行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课来看 大家看这是零对吧 这是零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结果输出的是一行 no file 这个时候再去执行这个行的时候 它是多少 它肯定是一 这样的话不就出问题了 对吧 第二个可能比较难理解 我们再重新说一遍 我们去搜索这个的时候 它肯定搜不出结果了 对吧 它就什么都没有输出 这就是所谓的陈墨诗经 然后如果搜出的结果 它会出一个提示 比如说no file这种提示的话 那就出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要将结果看看 一共有多少行 它如果没有输出 那是零行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它确实没有搜到 但是如果前面的这个结果 输出的是一个no file 这一个提示的话 那对于这个结果 我们再执行 计算多少行 那这地方肯定是一 对吧 是一的话 那肯定就是20了 我们本来预期的是零 一的就说错过了 好 我们就简单演示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PPT 通过这一小节呢 我们就简单演示了实际的作用 就是所谓的合谓设计 就是我们这一小节的专题 合谓设计 我们是通过这个 这本书的这个几个原则来演示的 到这儿大家应该能体会出来 我的一个用意和我的用心 就是让大家体会体会什么是设计 如果是你对这个设计 不是很了解的话 我们一起在讲设计模式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接受不了 所以说我们先通过这种 通俗一种 比较贴近于实际应用的 这种方式来讲一下 当然同时也是向大家推荐一下 这本书 虽然说现在已经买不到 正规的直直版了 但是呢 电子版还是有的 大家去找一下 不管是看电子版 还是白映出来 都可以 大家看一下 然后每个一段时间 都去反省一下 看看自己对他的理解 是不是更深一步 好 到这儿咱们这一小节就先结束 然后咱们接下来呢 就正式去讲实际原则